創下普丁已经陷入超级困境 但是李强飞到莫斯科 而且呢中国可能再度军援普丁 中国会不会军援普丁呢 当然要看局势的发展 可是你会看到说现在普丁呢 陷入困局 乌克兰不但是反攻进入了俄罗斯的本土 而且还已经是无人机开始空袭莫斯科 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会看到刚刚普丁呢 见李强的时候 并没有真正看出普丁有风雨故人来 这样的一个喜悦 其实普丁为了这一次 李强真是例行性的 每一年都要去跟俄罗斯的总统见面 为了这一次普丁还特别接见了李强 而且不但特别规格还拉到多高 我们刚看到德国的军军穿过台湾海峡 20号的时候 俄罗斯等于是给中国个面子 还特别派了他的光荣级 和无畏级两艘重盾型的驱逐舰 经过冲绳和台湾这边往东海去 等于也在那边做一个呛架 可是呢 李强跟他的见面 李强在讲的过程中 对于乌克兰知智不提 李强在谈的是 75年来历史最高的水平 推进世界多极化 要深化文化 旅游 教育 清廉地方等等等等很多 但是关键字 希望听到的乌克兰 都没有讲出来 那都没有讲出来之后呢 所以普丁呢 最后是说预期 告诉习近平 10月金砖高峰会 我恭候见到习近平 那这样的情况下 问题是普丁现在真的有把握 或习近平会在10月 有没有机会见到 或是普丁到时候还在班莫斯科 都已经未定之天了 为什么 因为20号的时候 连莫斯科市长都已经讲了 这个是有史以来史上最大 对于莫斯科的无人机 最大规模的一个攻击 到底有多少的飞机飞过去 多少的无人机攻过去 战果如何 并没有公布 可是呢 莫斯科附近的三个机场 在国际的空管的上面 的资料上 四个小时停止起降 所以四个小时停止起降 这代表这无人机 那些军事基地还不知道 这民航机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然后乌克兰国防部 当然就是启动他们的防空设备 俄罗斯在莫斯科那边 其实防空设备 那个仿是做了很多的 说他们击落了45架无人机 但是没被击落的 哪边被攻击到的 目前这个战果都还不清楚 然后俄乌这个乌克兰反攻到现在为止呢 普丁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因为呢 目前这个前面有讲的是 1000平方公里 那有人传说是已经到4000平方公里 那乌克兰军方正式公布 是占领了俄罗斯1263平方公里 这个数字就非常精准了 有4.6个台北市这么大 而深入边境 达到俄罗斯 等于不管是库斯克 或往贝尔公罗的那边走 大概是28到35公里 所以这个路径 这个整个的乌克兰战果 其实越来越清晰了 而乌克兰军方呢也正式的承认 其实他们这次能够打到这么精准 三座那个库斯克的大桥直接击走 美国给的海马斯火箭非常有效 精准而且摧毁力非常强大 然后呢俄罗斯在面对这个时候呢 他们知道说现在很困难 当上俄罗斯开始推估 为什么这么转 所以他们认为是英美的情报单位 也有很多的资源和帮助 然后另外呢 俄罗斯在两年多前去打乌克兰的时候 大量运用的是傭兵 但是他们现在发现 这是反攻的时候呢 不是傭兵 有来自52个国家 等于是联合国的志愿兵 那时候有52个国家 自称是志愿兵的 大概2万名来自美国北约 这些的军人都在战场里面 所以当然整个乌克兰反攻的情况 让普丁非常困难 所以普丁现在的局面是 如果从二战之后 从来没有被外国势力侵入本土 那侵入本土又到这个情况 所以他还坐不稳 他能不能会不会到时候 有没有政变 会不会有俄罗斯的军方要推翻他 所以10月能不能恭贺 能不能恭贺习近平 显然你看刚刚讲的 都没那么笃定 然后没那么笃定之外呢 他现在更麻烦的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有北韩吗 有车臣吗 有白俄罗斯吗 然后中国呢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他这个突然之间 13年来 从来没去的 突然去访问车臣 那访问车臣的时候 还去特别去视察 那些据说 车臣会要去帮助进入乌克兰的车臣军队 还想说有你们在 乌克兰必然会所向披靡 可是我们知道说 这两年多的战争里面 车臣总统和车臣军队是打卡不对 打分卡之后就不见了 所以显然看到普京的困惧是 连这种打卡不对 他倒要特别去把他们给收容 哈喽大家好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